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SIA预测,由于产业各领域对晶片的需求增加,今年全球半导体销售额将大幅反弹13.1%至近6000亿美元,创下历史新高。 SIA在指出,2023年,全球晶片销售额跌8.2%至5268亿美元,但下半年情况改善,缓和整体颓势。 SIA表示,从这股成长走势来看,今年全球半导体销售额将成长13.1%。 以SIA统计的去年销售额与今年成长率预测估算,今年半导体销售额将增至5958.1亿美元。 SIA总裁暨执行长纽佛表示,全球半导体销售2023年初迟缓,但下半年强劲反弹。 预计这个趋势将在2024年延续,半导体市场的长期前景非常强劲。 纽佛认为,去年上半年,行业的疲软是大流行的后遗症,电子业者不易取得足够供货, 晶片需求量达到空前水准,也导致客户过度下单。 而当经济恢复正常,对个人电脑等设备的买器也放缓时,晶片业者却让自己陷入供果余求的处境。 按地区划分,欧洲是去年唯一成长的地区,晶片销售额增加4%,中国和亚太地区的销售减幅最大, 中国去年的销售额下降14%,亚太地区下滑10.1%,美洲市场下降5.2%,日本市场萎缩3.1%。 现阶段半导体行业仍面临挑战,三大晶片制造商仅靠2024年需求疲软,尤其是工业和无线技术领域。 由于工业客户的需求下降,欧洲最大的晶片制造商之一,英费林,降低了销售指引。 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,由于工业应用的电源和感测器晶片的销售额显著下降,预计第二季度将面临困难。 英费林执行长,尤肯·Henberg表示,在消费、通讯、运算和物联网IoT应用领域, 他们预计下半年需求才会明显复苏。 竞争对手义法半导体和德州仪器公司的工业生产也明显放缓, 这两家公司今年1月都给出了令人失望的预测。 挪威Nordic半导体对2024年第一季度的指导低于预期, 摩根·士丹利分析师警告称,疲软将长期。 根据一份声明,该公司目前预计第一季度收入为7000万至8000万美元, 低于预期的1.145亿美元。 该公司表示,蓝牙客户仍然保持谨慎态度, 并在第四季度继续消耗库存。 2023年第四季度收入下降43%至1.08亿美元。 生产半导体设备编码器的雷尼少、雷尼士PLC也看到该行业的需求持续疲软, 但预计下半年会有所改善。 尽管电动汽车需求放缓, 但占依法半导体和英费零营收一半以上的汽车晶片需求, 仍将保持更具弹性。 尤恩·Henbach表示, 英费零对汽车市场的预期几乎保持不变。 Bernstein分析师Saren Russo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, 义法半导体和英费零的处境比德州仪器更好, 因为他们在电动汽车领域拥有强大的业务, 并且都预计在2024年增加汽车收入。 该分析师表示, 但库存调整的直接影响是抑制这些股价, 因为他们考虑到利润率下降以及预计2024年营收增长的压力。 但是现在, 分析师更加看好人工智慧、 AI前景。 晶片大厂辉达与伺服器合作伙伴美超威股价2月上旬创新高后, 继续同步大涨。 高盛预测, 辉达资料中心营收将持续成长到2025年上半年, 把辉达股价的目标价提高到800美元, 并维持辉达为币买名单Conviction List的一员。 高盛分析师Toshia Harvey指出, 大型云端服务供应商持续砸大钱于AI硬体, 且正在收割AI的实质收益。 微软表示, Azure云端运算业务有6%的营收成长, 来自AI。 脸书5公司Meta也正在Reels与通讯软体等服务变现AI收益, 且提高今年资本支出展望, 成为超大规模云端业者计划, 持续花钱打造AI的新讯号。 SIA指出, 好几个半导体领域2023年表现出色, 逻辑产品销售额达到1785亿美元, 为销售最高的产品类别。 记忆体产品居次, 共为923亿美元。 在此背景之下, 日前台积电发表公告, 宣布向日本、 美国的海外子公司增资, 以及推动市场期待已久的日本二厂建设。 根据台积电董事会决议, 核准以不超过52.62亿美元的额度, 增资日本先进半导体制造公司JASM, 并外核准以不超过50亿美元的额度, 增资100%吃骨子公司TSMC Arizona。 随着台积电与索尼在2021年官宣的雄本县工厂 即将于今年投产, 日本二厂也正式走上台前。 除了此前已经参与投资的索尼、 电装外、丰田汽车公司也将入股JASM的少数股权。 据媒体报道, 丰田已决定投资台积电的子公司。 该子公司将营运台积电在日本雄本的工厂。 丰田希望为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汽车 提供稳定的先进半导体供应。 除丰田汽车外, 其他几家公司可能也会对该厂进行投资, 其中包括日本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电装 登手的额外投资。 经过最新一轮投资后, 台积电将持有JASM86.5%的股权, 索尼、电装和丰田汽车则将分别持有6%, 5.5%和2%股权。 台积电董事会批准向JASM注资不超过52.6亿美元。 台积电透露, 在日本政府补贴的支持下, JASM的总投资金额也将上升到200亿美元。 此前也有报道称, 雄本二厂的资本支出大概为2兆日元折合130亿美元, 其中日本政府考虑提供9000亿日元的补贴。 据悉,台积电的日本二厂也将进一步提升日本本土的半导体工艺制成。 年内即将投入生产的雄本工厂, 规划产能为每月5.5万片12英寸晶圆, 使用22奈米28奈米至12奈米16奈米工艺制成。 而新工厂将从今年底开始建设, 并于2027年投产。 随着雄本二厂投入营运, 整个JASM雄本厂的产能将达到每月10万片12寸晶圆, 另外能够提供6奈米7奈米的工艺技术。 据悉, 位于日本局洋艇的台积电雄本厂, 2022年4月动工, 2023年底完成厂房兴建工程, 并从2023年10月起开始将生产设备搬进工厂设施内。 该工厂由台积电子公司日本先进半导体制造制ASM营运, 用来生产12奈米至28奈米制成的罗机半导体。 另外, 台积电还在建设美国亚利桑纳州晶圆厂, 预计2025年上半年量产4奈米制成。 德国德勒斯登合资建设的晶圆厂目标 于2024年下半年开始兴建, 并于2027年底开始生产。 不过总体来看, 日本雄本工厂是台积电海外进展最快的工厂, 2月底开幕并将于第四季度量产。 那么,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库论有余。 最后, 请你点赞, 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